我想我們今天在這邊不只是在談廣時博愛院 對我們這個地區的發展 我們在談的是我們怎麼面對下一個世代的新的發展 在坐在這邊50歲的人 都應該要對現在年輕人負責任的說法 對我來講那個廣時博愛院 其實剛剛前面已經有朋友特別提過了 他其實是有機會成為重要的指標 可是我們卻放棄了這個機會 那不斷的向開發商去傾斜的結果會是什麼 在座的各位長官 其實你們應該是捍衛公共利益 而不是向開發利益去傾斜 難道我們只有一種模式叫做開發的模式嗎 本來好好的 什麼都好好的 那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呢 對我來說 那個珍惜我們這些過往 珍惜這些重要的資源 怎麼樣往下一個世代前進 才是現在應該討論的吧 今天下午的雨量是四百 將近四百公里 極端氣候的來臨 剛剛大家都在講一坪換兩坪 兩倍容積 長官們你們真的這樣講的時候 你的道路有沒有加快 你的infrastructure有沒有加強 你的防災避難如何解決 通通通沒有 不斷的煽動民眾 去用這種利益 來讓所有的人變得貪婪 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最可怕的地方 廣事國外院是難得可以看得見 是珍惜彼此 珍惜台灣人民 珍惜我們自己彼此的一個難得機會 為什麼我們不能好好做這件事情呢 開發商業不是反商 而是開發商業 它為了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廣事國外院 是為了達成混居的目的 達成不要變成靈畢設施 變成一個都市計畫裡面的問題 特別是朱阿傑的長官 我們捍衛都市計畫致詞 你怎麼可以輕易的親口說出 兩倍容積比是問題 對 謝謝 謝謝 因為今天其實大家意見都非常的多 那我想我們這個公議會只是一個開始 我很希望說市政府有更高層級的官員 能夠來跟大家面對面的討論 那現在就像剛才這位小姐講的 她說到底到什麼階段了 我必須跟大家講 這個階段他們已經到了商業部分 他們已經要把它開標了這樣的一個階段了 所以我一直回想到 我剛開始當議員第一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很極力的爭取說希望我們捷運可以延伸到廣四國愛運 當時真的是出於一番好意 可是現在看起來 出於一番好意的結果 就是讓廣四的開發變得更商業化 所以我想任何開發都有一些兩難 但是還是需要我們大家共同來做監督 所以今天在這個會後我們還會做一個檢討 就我自己的團隊我們還會做一個檢討 看怎麼樣把更多的資訊示範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更了解現在的進度到哪裡 當然我們的力量可能也不是很夠 我也會跟市政府講 因為市政府他們有很多的資源是可以用的 他們也有很多的人力是可以用的 不像我們議員大概幾個人幾個助理這樣子 我想市政府有很多人力可以用 我們也希望市政府能夠用更透明更公開 而且是更為民眾設想的角度來看這個開發案 那因為今天颱風的關係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那各位所有的意見 剛才我的助理已經做了錄影了 我們會回去做整理 然後再來跟各位報告 好不好 好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那祝大家今天颱風業都能夠非常平安 謝謝